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第六章 像我上礼拜提过 第六章基本上大概是你们这个 静音学最重要的几章之一 可以说是最重要一章 你们学这个应用力学一静音学 主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第六章 第六章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会介绍几种结构的形式 然后我们主要目的就让各位了解 针对这几种结构 承受负载的时候 达到平衡状况之下 如何算出这个结构里面 每一根零件 每一根原件它的受力 这就是我们第六章 主要要告诉各位的 那我们分成三节 第一个小节introduction 我们主要是告诉各位 我们这张所谈的结构有哪几种 一般来讲 我们结构分成哪几种 以及呢 这张会跟各位介绍 因为一个结构好几根感件形成 感件跟感件之间就会有内力 我们会利用第一章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每根感件在相连接点的地方 它们的内力的方向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是第一小节要介绍的 然后我们这一章的结构会分成三种 第二小节我们介绍其中一种 叫做trust 中文我们叫行架 这个字链行啊 不是行 左边一个目之边 右边一个行动的行 我们叫行架 trust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构 它的特殊性在哪里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那是六至二节所告诉各位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结构是属于行架这一类 我们会告诉各位 如何分析 这个行架里面 每一个零件 它的受力 然后第三小节呢 就是另外两种 一个叫frames frames 我们叫框架 我们说成它是框架 第三类叫机械 我们把frames跟机械摆在一起 因为frames跟机械来讲 它是相当类似 我们会在第一小节先告诉各位 任何一个结构 哪种结构叫做行架 哪种结构叫做框架 哪种结构叫做机械 我再强调 这一章的主要目的 你们各位学生就是要了解 一开始 你们将来碰到任何一种结构 先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 你们就会知道 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分析 可以得到这个结构里面 每一根零件它的受力 那一开始 我们就先跟各位讲 如果现在谈的不是一个单独的零件 是一个结构 不管是行架框架等等 是一个结构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必须是要知道 这个的结构的外力跟内力 你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所谓的外力指的就是外界 作用在整个结构上的力量 我们叫外力 什么叫做internal force 内力 内力指的就是 这个结构里面 某两根元件接在一起的时候 接触之间 互相会给对方一个作用力 那种力量就叫做内力 那现在关键点 是你们在画自由体图的时候 要确定 如何确定这些内力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们中间会有一些关系性 举个例子 各位现在看你们左边的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直的杆子 ABCD 它在A点是个simple support 左右上下都不能移动 所以在A点那边有两个反作用力 然后它在C点那边连了一根杆子 CF 在F那边掉了一个重量 然后因为C那边只是一个pin 就是一个叉烧连结 会转动的 所以 你没有B跟E那个杆件 顶住那个CF的话 很明显 CF被撞一弄就会转下来的 所以 为着让这个维持平衡 CF这个杆件维持在水平位置 我们中间连了一根杆件叫B1 支撑那个CF 让它维持在水平面 然后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这个重量 很明显 就会使这个直的杆件 ABCD 产生一个顺时针的扭力距 那我们为了要抵消 不要让这个ABC的杆子 重量一弄它就倒下去 所以 我在D点上面 再连结了一根绳索 张力 把它拉住 绳索的张力 就会使这个杆子产生 反时针的扭力距 那如果绳索这个的张力 对原点产生的力距 跟重量对A点产生力距是一样 这根杆子就可以维持平衡 这种 将来这种结构 我们会叫做框架 它就不是框架 它是一种框架 先不管 针对这个一般的结构 我们可以先做整个的结构的自由体图 画出来的图 如第二个图 这边所示的 在A点有个XAY 这个对整个框架来讲都叫做外力 然后F那边有个重量 W朝下 也叫外力 然后在D点那边有个绳索 朝左下方 那这个T还有W跟XAY都叫做这个框架的外力 那很明显W是已知 所以我们从这个的结构 它有三个位置数 XAY跟T 那我从整个框架设一个平衡 平衡的钢体问题 所以我们有三个方程式 可以把XAY跟张尼给找出来 那就是所谓对框架来讲 这是外力 问题是这个的结构里面 我们看到它还有三 它是三个零件组成的 一个是ABCD的杆子 然后一个是CF这个横杆 还有一个是B1 这个弦的杆子 那它在每个节点之间 都会给对方的作用力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三个零件拆开来 画出每个零件的自由体图 就会如你们先看到的第三个图所示 那这些来讲 在每个节点 比如说在C点 很明显你们可以看到 横的这个杆件对C点 有一个向右向上的作用力 那直的这个对横的在C点 就会有一个向左向下的作用力 这是大耳相反方向相反 这些来讲 对中间的整个的图来讲 它就叫做内力 当然对单独的零件来讲 这些力量对每个零件 叫做零件的外力 可是对整个结构就叫做内力 那我们这一章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不只是要算出整个结构的外力 还要算出来整个结构的内力 因为整个结构的内力 指的就是作用在每个零件上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 这个图我们告诉各位这个右边这个图怎么画的 这个图你们都看有各种力的方向 它不是你随便画的 它有一定的顺序 首先第一点 这是我的ABCD 这是A点 我先画的就是 这边的反作用力 AX AY 那我是 假设它是朝右朝上 最后如果你一句平衡 抱歉 我那个切画的有点歪 但意思是一样 你们当作它是直的 如果 算出来的AX是负 就表示地面给这个A点的反作用力 应该是朝左 这是我们的假设方向 好 第二点 在B点有个连结 是我们要画 这里你们要注意 我们画的时候呢 应该先画这个B1 因为这个B 我现在忽略重量 因为我忽略重量 所以B1只有B点跟E点 有外力 因此B1是个恶力构建 因为B1是个恶力构建 所以我们知道 依照我们前面 第四章讲的 B1这个零件 要不然就是受压力 要不然就是受拉力 那我们现在假设 我是受压力 因此在B来讲 我这边有两个力量 是受压力 这是我假设 也是一样 最后算出来的这个力量 如果是正 就表示我假设错误了 我们讲 既然这边假设是压力 记得 在B点这边 这个是直的感知 对B1的力量 那B1这个感知 对直的感知的力量呢 就是一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你这边决定的是压力 你中用在B点的力量 就一定要朝左下方 反过来讲 如果你当初假设 B1受的是拉力 那在B点这边力量 就要朝上右上方 这个的决定以后 我们再来看横的CF的B点 因为这一点跟这个是连的 所以这两边 你也要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在横的这边的力量 一定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这两个力量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这个是同一点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个是各位要先注意的 好 这个画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到C点 C点呢 假设C点 我们是假设 是朝右 朝上 这两个 是横的这个感知 对这边反作用力 那他对他呢 这边我们画的 就是要朝下 朝左 这两个力量也是一样 互相是大小相等相反 最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量 这边有一个张力 那所有的图 就像下面这个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 我们将来在这一张 你们会常常一样 就是像把左边 第一个图的这个结构 拆成每一根零件的自由体图 每个零件自由体图 在画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注意 互相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们自己拿笔记记做一下 第一点 两个零件结合在同一点的时候 这两件给对方的力量 一定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你决定了一边的力是什么 作用在另外一个零件上的力 一定要跟这 配合 第二点 要注意有没有二力构建 因为如果是二力构建 你的力量就是一定沿着轴线 不是拉力就张力 所以B点是二力构建 因此在这边来讲 B 我知道方向 我不知道大小 但是C点来讲 你们看 C E F 它是一个三力构建 所以因此C点的作用力 大小方向我不一定知道 因此我们就假设两个方向 CX CY 会构成了下面这个图 这边我们特别花一点 是让各位了解 最优先那个图怎么来的 当然我们在正门课 在教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机会 我们都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它的每一个自由体图 是 怎么样子的画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 任何一个连接点 它本身的力 结合点的力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我来强调 如果你知道接点 这两个 某两个连接 连接来某一点 你知道有一个零件 它是二力构建 我就这样 你就会知道它力的方向 所以只有大小你不知道 只是看你假设是张力 还是压力 如果说 接着这个两个零件 每一根零件 都是三粒以上的构建 多粒构建 力量超过三个以上 我们接触点 就假设CXCY 一般来讲 看你先做哪一个 以刚刚前面来讲 因为我是先决定这边 我就决定这边的C 是朝右朝上 那另外一边就是相反 如果你是先决定这边的话 我会决定这边是朝右朝上 那这边就相反 反正结果是一样 都是假设的方向 算出来是正 表示你假设方向是对的 算出来是负 表示你假设方向 是负的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小节 六之一小节的第一部分 我们让各位了解 针对结构来讲 我们要算出来的是 它的外力 跟它的内力 我们再回到前面这边 你们看下面 这边来讲就代表什么呢 A B C这个值的感见 有四个力作用在上面 在A点它有个AX AY 在B点它有个知道方向 但不知道大小的力 在C点有两个力量 CX CY 方向我们就假设朝右朝上 大小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绳索张力 如果我们先从这边 举例来讲 我先从这边 依照我整个结构的钢铁平衡 我可以把X AY跟张力算出来 这个时候 你们在看到 右边的A B C D的感见的时候 如果X AY跟张力知道 我们就只剩三个位置数了 一个是B点的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CX CY 所以我就可以把作用在A B C的力 通通算出来 作用在A B C的力都算出来 那作用在B的力 我就跟着就知道了 作用在B的力 我也知道 那作用在C F的力 我也完全都知道 因为这边的CX CY 跟这边的CX CY 刚好是方向相反 大小相等 而这边的B的力量 跟这边的B算出来力量 是一模一样 OK 是一模一样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解这种问题的步骤 我们在第三章 还会跟各位再继续说得更清楚 下面 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 就我们讲的 我们会处理的结构有三种 第一种 我们说Trust 叫做行架 行架呢 它是有几个特色 第一点 行架 是有几个直的杆件 连起来的 你看到有一种结构 每一根零件 听好 每一根杆件都是直的 绝对不能有弯的 每根杆件都是直的 而且 其实有的你们课 没有讲很清楚 还有听到第二点 一般来讲 这些杆件 感觉都不会很细长 都是比较粗短 我这样会解释原因 不会很细长 都是感觉到粗短 你说多短 短很难讲 因为短你要跟它那个截面机来看 可是就是你的感觉 就是它不是属于细长型的 所以行架是有许多直的 比较粗短 不会太细长的感件 你结合起来 而且它还有第三个特色 它的结合方式 一定是 每一根杆子跟每一根杆子 都是端点连在一起 我说都是端点 就是它不有一根杆子 连到某一个杆子的中间 它一定是跟端点 通通是端点结在一起 这种形式的结构 我们叫做行架 那个是我们 因为属于这一类 它会有些特色 所以我们分析它 会有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六指二节要教的 所以我再强调 所谓的行架 就是有一堆 看起来不是太细长的 直的感件 都是利用端点之间 互相结合起来的 这种结构就叫做行架 我们六指二节会解释的更多 这种结构叫做行架 然后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说 它受到外力以后 然后保持平衡状态 我们要算出来它的外力 就是支撑点的反作用力 以及每一根零件的受力 第二类的架构呢 我们叫做框架 框架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主要的条件 一个叫直的框架 一个一定是端点相接 有一个条件被打破 以你们先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第一点 右图这个B1框架是弯的 而且它是连在CF框架的中间 所以它不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它不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 因为就不符合我们刚刚说的了 它有弯的 就算BF是直的 下图这个架构也不能叫框架 也要叫框架 因为什么呢 你们看B1是连在C1F的中间 然后C1F是连在ABC的框架的中间 所以它不是尾巴跟尾巴的连结 它是搭在中间 这种我们就叫做框架 我再强调 这是框架跟框架很大的主要的差异 框架一定是每根框架都是直的 详细的原因我们6.2节会告诉各位 行价很基本的 每根框架一定要直的 而且一定是端点跟端点相连结 这个相连结的这个点 我们就叫做joint G-O-I-N-T 我们一般有人把它叫做节点 节目的节 你也可以叫做节点 joint 这个框架我们叫做member 就是框架 如果整个结构里面 至少有一根框架是弯的 或者说是 这两个条件有一个成立就叫框架了 或者说是有一根框架 是搭到另外一个框架的身体的部位 不是在端点相连结 这种东西就叫做框架 那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 我们再会告诉各位 它的分析方法就不太一样 框架的分析方法 就跟我刚刚讲的 这个类似 你先从这个整体的 可以找出AX AY 跟张力 然后再从每一个零件的平衡 可以找出它每个节点的分量 这个是框架的分析 那框架的分析呢 这种的分析有特殊的做法 因为它满足我刚刚讲的那些条件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特殊的东西 第三类我们就叫做机械 其实机械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会动的框架 我们叫框架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受到外力 它也是禁止不动 机械它的结构跟框架会类似 也是一堆零件合在一起 只是这些机械会动 那一般我们的讲的机械产品 通常有两种目的 它都运动两种目的 第一种目的像左边那个头那老虎钳 它就是所谓说 我可以在这边使比较小的力量 利用杠杆原理 会在这边产生比较大的作用力 所以机械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修正你的力的大小 你可以撕出比较小的力 产生很大的输出力 这是第一类 第二个呢 是改变力的移动方向 像右边的这个图 你们所看的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升降台的操作 是利用溢压缸 这边呢 里面是一体 有一个活塞 你有一体进去 就会推动那个活塞 往左上角移动 左上方移动 这根杆子就会移动 这个杆子一移动 你们看就会推动这个平台上往上 所以呢 右边那个机械就是让它变成 斜的仿佛式运动 变成上下的仿佛式运动 这个不见得省力 我们后面有一个例子看 它不见得会省力 但是它会改变你运动的方向 这是机械的主要 机械产品主要的两种功能 就是这个 一个是使出力变大 通常是变大 不是变小 当你要变小也是可以设计 可我们通常都是要变大 就是我们比较小的力 可以产生比较大的力 另外一种机械产品 就是改变你的运动方向 例如你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就是 你用脚踩一直在 转圈圈 结果车子就是往前走 这就是 这骑脚踏车就是一种机械产品 而我们这个要分析的就是说 当机械产品在某一个特定位置 就那一刹那 假设它是禁止不动的时候 你要了解 这个产品里面每一个零件的受力 为什么 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为什么每个都要聊 因为你要知道每个零件的受命 对不起 讲分头了 每个零件的受力 力量 你知道每个零件的受力以后 到时候大二的材料力学 就会告诉你们 知道这个零件 比如说我这个感觉 我知道受多大力 它才告诉你 如何选择材料跟截面机 使得这个零件 在受到这种外力的时候 不会坏 这个就是机械设计的基本观念 先找出每根零件的受力 然后依据材料力学的观念 会告诉你们 怎么决定 这根零件的尺寸跟形状 使得它在这种力量之下 不会坏 OK 不会坏掉 这个就是我们第六章 要主要告 因此我们第六章就要告诉各位 如果它是一个行架 你怎么找出每根零件的受力 如果是个框架 怎么计算每根零件的受力 如果是个机械产品 你怎么样计算它 在某一个 刚好就那一刹了 假设它禁止不动的时候 它的每根零件的受力 然后你才能够进行设计